第三个问题的老法师讲经常说 修复者拥有健康的体质 端严的相貌光彩才是好榜样 请问除了修行功夫以外 饮食条理是否也应该注意 修行是主 饮食条理是附带的 当然有懂得这个条理饮食会有帮助 如果不懂得条理饮食 也没有太大的妨碍 为什么呢 心转境界 这个太重要了 你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那个僧团人很多 一千多人 每一天出去脱波 那个生活怎么条理 他用什么条理 令人经常所讲的 若能转无物则同如来 就是心不能被境界转 让境界被我心转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再不好的饮食 我用清净的心 纯善的心 把这个事物就变成最好的 这个道理 就是江本生波斯的 所以我很赞叹他了 他自己并不懂 给我们做了证明 他的身体不如我 他今年才六十多岁 不到七十岁 我到东京 他请我吃饭 坐在一起 他就问我 他说法师 你是用什么方法养身的 看你身体怎么好 我就告诉他 我用的方法 就是你试验出来的方法 啊 试验出来的方法 什么方法 爱心吗 感恩吗 我说我做到了 你试验出来 你没做到吧 爱佛家的慈悲 感恩 我在十年前离开台湾 我写了一个生活在感恩的世界